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千年 很抱歉啊 已经有两天的时间没给大家带来新的视频了 主要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也比较忙 空空闲的时间也很少 像这种这个游戏玩一次的话也要20分钟 而且不一定遇到质量局 有的时候可能赢得很快 有的时候可能输得很惨 所以再加上我要进行后期的一些配音 所以就是花费的时间也比较长 最近我也比较累 今天抽出时间来给大家带来一部爱惜的一个初步的了解吧 因为其实我也早就说过 我并不是很擅长玩ADC 如果对面很会玩的话 我的ADC基本上会崩了 我的实情闹了 这局我也就是赌一下吧 主要还是队友嘛 他选择了一个肉和一个算是一个辅助吧 辅助型的法师 所以我这里就选了一个ADC 我的能玩的ADC比较少 嗯 这样周面的周面的那个是 啊 那个是一类一类的话 我就更不会玩了 这里玩爱惜玩鲁阿鲁的话 我ADC也只会玩爱惜啊 所以这里就给让大家了解一下吧 本来是说做极路由的23期视频的 但是使用了两天以后发现啊 这这款路由器的话 我个人不是很推荐啊 反正不推荐 比如我在玩玩游戏的时候 他经常网络不稳定啊 害得我害得我经常掉线 所以也是非常坑啊 他的2.4G还好吧 5G的话信号实在太差了 再加上那个三流火大神的SS软件 没有推出最新的版本啊 他的工具箱据说已经关了 所以呢也没什么好说的 等我的TF卡到家的话 如果有什么好玩的再给大家推荐吧 这里可以看到对面是剑圣 还有悟空 还有 还有雷神 可以说雷神是我最擅长的英雄啊 因为我曾经就是雷神solo过300局 300局胜率是90%啊 一般输的话也是可能是掉线什么情况 如果基本上输是碰到对面是德马 我的雷神可能会输 不然的话基本上是没可能输的 所以我们出门一眼买个鞋子 买个那个堕兰之剑 没想到我还能记住 卢瓦路我也很长时间没凤啊 已经有一两年没碰了 所以有些地方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这里我们给大家带来另外一款游戏嘛 全军出镜 只是为了带入感 所以带入了一些英雄和有名字 我能记住什么就说什么吧 这里我们上来是去中路 因为 动手吧 我们看到是 队友分别就是选了上下两路嘛 所以我就选中路 其实这把的话其实我是基本上赢的希望很大 因为我自己是不会玩的 再加上队友的话 那个辅助型的法师 他其实他虽然也是有三个技能 但其实只有一个技能 快跟上 那个英雄我是玩过的 以前是玩过的 他的一技能是一个非常强力的控制 就是一个可以把一个范围内的所有敌方单位给拉到自己的身边 但是呢 那要看你能不能拉中人了 对不对 二技能和大招的话 他的二技能和大招简直就是搞笑的 搞笑的 这里就不多说了 反正大家记住 他只是一个打降游的 这里可以看到中路这个剑胜 我很明显我一定要把他压住啊 如果压不住他的话 可能这局又疯了 因为我们家很明显 我一个和德马很很靠不住啊 需要这里想办法多压他几下 不过这个剑胜也很为耍 他看基本上都不上来补刀的 他那个一直在说他 我也拿他是没什么办法 这里我其实连经验都不太想让他混了 但是 但是我也没办法 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家伙来中路了 这是要帮我干渴一下吗 其实他这时候如果用一剑的拉的话 是可以把这个剑胜杀掉 但是他为什么到中路补起冰难呢 让我很尴尬 这小伙 我看到来中路我就准备往下路支援一下 结果发现他又走了 然后下路也没什么战况 所以我又回到中路 尽量能压一下这个对面这个剑胜吧 把剑胜压退是最好的解决啊 不然我们家这个阵容后期很难打 我跟剑胜比起来的话 我有一个空 但是他是没打两下 有一个双倍的就是伤害 所以的话半军八两吧 但基本上应该他比我强力一点 因为他可以有逃生的机能 有推塔机能 那大招可以逃生也可以推塔 这里其实我可以尝试杀他一波 但是我怕我的剑射不着 我也是一个比较坑的IT 所以还是比较稳的射一点贴身剑吧 太远的还是不要尝试去 因为如果射不得的话 这里赶紧射他一剑 他很明显死了 他实在有点想不开啊 半决的话上来过 很明显不明智了 我有大招的话直接带走他了 你们上来拿到一血 局势非常的明朗啊 只能说我中路的局势非常明朗 看看队友吧 这里看到我们家这个 德马德马拿了对面猴子 算是猴子的一血吧 可以说德马看上去也是很会玩啊 毕竟他也是花钱买皮肤的 是一个土豪 我连武器都买不起啊 他居然有钱买皮肤 一个皮肤也要好几十块钱呢 关键这个皮肤还很丑 他居然买了 这里我看一下准备来上路 设这个神王一剑 看有没有机会 所以看到他还没走 那他已经死了 好吧 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啊 这只剑怪我怪我 在这有点跑偏啊 是 这里可以看到上路的队友 基本上没耗到神王血 他没用的 他只有普攻 可以说他其实是这个版本最废的英雄 因为他只有普攻能力 就是比较稳的对人造成伤害 其他技能都基本上没什么用 就看他来补兵就不抢他兵了 因为他以前很惨了 我以前也是买过这个英雄的 后来就被看到这个英雄以前还是蛮贵的 所以看到对面那个猴子来中路 我这里想尝试着超远距离射一键 而发现他并没有在中路 就是待很长时间 所以可以看到对面健身又来了 这里也是很多的人啊 但是这个健身我一定要带走了 再为大招的情况 难道还带不住他吗 我靠好吧 我这个队友已经跑了 如果大招不放的话 这个猴子我应该是拿下的 因为在塔下射中他的话 配合塔的伤害我可以把他带走 很明显这个队友不能也不能怪他 这是这个英雄没用 英雄实战没用 很明显我估计他也不会玩 他如果会玩的话 他只有一个技能有用 还是比较有的 你看把他拉到塔下配合我的话 配合我的减速 很明显是可以杀人的 这里上来号双望一波 看能不能把他带走 如果能把他带走 就是一个很好的情况 这里他如果不走的话 下一波我直接带走他 二话不说了 我一个大招的话 配合技能的伤害 再加普攻的伤害 他肯定是一次的 这里看一下很明显 不太愿意之后 看他敢不敢上来 在塔下的话 我是不会尝试击杀他的 他如果敢上来的话 那就是他的死期了 这里我在草丛里等一下 看他补完这波兵 会不会以为我回家了 他可能要认为我的血量 比较差 很明显他准备炎炒 的话 这里不要放过他 直接一个大招上去 配合我的技能 直接把他带走 明显对面的神娃 没有我会玩 如果我是神娃 他不断的放弃 那就是对我进行消耗 我是很明显受不了的 他前期的爆发 他还是有点恐怖的 嗯 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家是谁死的 好像是有一个人死了 但是我刚才没注意啊 好吧 两个队友都死了 我们家的德马和 和那个 那叫莫菲斯吧 好像是 好像是要叫这个名字啊 被对面两个杀掉了 被对面两个双杀 我也是很尴尬 刚夸这个德马很给力 但是他为什么会这么不理智呢 这个家伙来中路 其实不要抱任何的希望 他是不会给我们任何帮助的 除非生存人头什么的推特塔 交给他了 我暂时就努力把前部水啊 这里我想先出一把无尽 无尽出来的话 我就输出了 可以说还是比较高的 这一看这盒子很明显 有点想杀我 但是他想多了 以我的凤梢走位 他是很免杀了我的 在这里的剑圣开大撑他来 对面也没什么牛人记 只要我不被盒子的大贴子的话 他们想杀我还是很难的 这里我看看能不能配合 我们家德马杀的这个剑圣 但是我不敢射剑 我一旦这剑射歪了 基本上也是给队友的一些 不太好的这个 但是这个猴子从上来 我一只剑 一个贴身剑直接射到话 我最喜欢射这种贴身剑了 所以这个剑圣在追我 他现在只要一个Q戒能 直接可以把我带走了 但是很明显 我们家有个德马在虎视单单 这里没办法 我是没办法上去的 上去的话 不是他死就是我王 但是很明显我死的话就有点亏了 毕竟我也是一个大人头了 应该我杀了几个 应该杀了四个了吧 我记得就上来德马杀了一个 其他应该都是我杀的 所以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剑圣带走 反正我们还是依然注意一下对面对面的剑圣吧 不然 注意不要让他推打 对面依然是他推打就是最快 所以看一下能不能把他杀掉他敢不敢跟我拼 他这时候放大上来很明显是 明显是送嘛 想想太多 不过这里说一下这局主要是一个就是一个介绍局 如果说多么强的技术的话很明显没有什么技术 含量 因为对面不太会玩 但对面会玩我 我就玩不下去了知道吧 你想如果这局碰到对面会玩的我很明显早就二打三 这局就是一个二打三 如果碰到对面会玩这局肯定是二打三 二打三的话我怎么怎么可能那个呢 也不可能杀这么多了 老实说就是你玩匹配的时候想选一个ADC也是不容易打 一般很多队友跟你抢 你如果跟他抢的话阵容如果不齐 被对面就这么直接推掉自己不是还是数嘛 所以我也一般就让队友先选 这里这个对面这个神皇很明显的 不管他一套竟然带了也把他带走 这里这个剑圣在这里偷了一个小龙 看他开的大招我赶紧跑 不要跟他有过多的接触 毕竟我们是个远程医院两个人 这里他跟我拼实在是有点想不开 毕竟我的无尽已经出来了 他虽然有小龙的buff 但是他的血量比我残一点 你看看先出一个银血剑吧 那个应该就是银血剑吧 看一下对面的对面的那个装备 主要看见剑圣装备 这里看一下顺便上来点点的塔 然后看到剑圣过来 基本上我吗 只要看到他在线上的话我就很放心了 他队友要会玩 他要会玩的话 其实就不应该跟我正面接触 直接去拿杀队友好了 比如说杀了一个莫菲斯 不是两刀头的事吗 他非要每次非要看到我 他就拼了命的往后冲啊 一副想报仇的样子 没必要 但是其实我这么说我其实不会玩接触 如果会玩的话我可能就买了 毕竟只要6块钱还是很便宜的 我是不会玩的 但是我知道他该做什么 做什么 但是你叫我去做的话我肯定做不来 这里看看配合着德马 看他们把这猴子击杀掉 但是对面这个神王 给我造成了 沉蹲底的伤害 这里看一下能不能把他带走 好吧他被我射中了 然后明天他就死了 我一般只射谁生剑 多的我也不想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超神了 嗯 超把神也不容易啊 一般来说对面会玩的话 三人抱团有有的话 很明显我肯定死了 因为我没有逃生剂 打人玩过卢阿卢的都知道 IC其实很惨的 如果前期混的不舒服 后期就是一块西瓜放在那里给人切 回家补满血继续回到线上推塔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大家想让我们 必已经看出来 莫菲斯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的输出啊 快跟上 可以说这家伙也是被他坑了吧 毕竟买他还是要 他应该是用底包得的话 我自己是不知道这个英雄该如何购买 以前的版本 其实他基本上所有的英雄都是可以用 就是用金币来购买的 后来他更新以后就变成底包获得了 这里我们看对面没人过来 赶紧来上路偷个塔玩玩 对面应该已经是放弃了吧 不然的话怎么会没人呢 这个突然从我后面冒出一个神王 他这是什么情况 然后又冒出了一个猴子 这里可以看到我其实应该射一点的 刚才但是我有点慌 怕他直接放大 大家看这支剑是不是射得很漂亮 我其实本来是想用这支剑射个冰的 但是很明显小兵也不上路子 对面的这个悟空也不上路子 有点跟了 这里到了我们的复活时间 复活时间也是比较久 但对面已经雪崩了 所以也无所谓了 在我的带领下对面 基本上应该打不出什么输出 就算他把队友杀死的话 我们家这个三座外塔还在 所以也无所谓了 但是这里我送了一个人头 我很不开心 刚才如果我的剑能射中的话 可能他就被我带走了 有点惨 这里可以看到这个猴子还没走 他在那边要闲逛什么 就看看能把他带走一只剑 直接把他射中 刚才没射中你这次肯定是有人 但是可以看到这个普菲斯 终于发出他的 发挥出他的优势了 就是普攻了 应该是一个普攻把他带走了吧 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不会玩这个英雄 这个英雄还是比较费的 但是如果这局是个质量局的话 我肯定不会玩艾西的 因为 ABC的话是我很不擅长的一部分 所以看到这个神王不太想管我 他突然 结果他突然又出现在我面前 卡在那里不动了 应该是对面王宿不太好 这局主要就是一个介绍吧 让大家看看 呃 其实你说质量也没什么质量 我玩这个艾西的话是不可能出质量局 质量局一般雪崩啊 如果 这局看到对面已经应该已经激进了 剑身虽然看不到他 但是 反正这时候他想偷是 不太可能的 这局看到我应该又要死了 然后感觉实在有点靠不住 省完一个大招肯定死了 好吧 又是一个27秒的复活时间啊 在这里坐等一下 但对面基地应该已经爆了 说的不错 至于我为什么知道 因为这都是加特效的加特效的 好吧 那今天这期视频 就给就这样给大家带到这里吧 如果我有什么就是好的游戏推荐的话 下期视频再见吧 那如果比较喜欢我视频的 可以尝试订阅我一下 看到这里的应该觉得还不错了 订阅我每一次每一个订阅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支持 好吧 那就这样了 再见 再见 modèle 谢谢观看